教学的理论是夜门深入 常识寻修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你一选夜门就夜门深入 夜神不改变 更新力点 烦恼轻点 一年几个月 两年三年就大车大悟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 更新差一点 三年五才开悟 十年八年开悟 也有二三十年之后开悟 证明 这个理念跟方法是正确的 开悟了 经上说的 自然智 智慧 没人教的 无私之 没有老师教的 这种智慧 全都现前了 释迦摩尼佛 实现给我们看 一生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没有人教啊 社家为我们实现 是非常好学的年轻人 跟现在知识分子 有同样的习气 在实现给我们看的 光修多文 他学了十二年 十二十二年 全学的是知识 没有智慧 知识 不能解决问题 知识有局限性 不远吧 而且还有后遗症 那科学在我们这个地球上 有四百年的历史了 现在带给地球这么多的麻烦 这个麻烦没有人能解决 我们这些人 凡人的 谁能解决呢 英国唐恩比波斯说的 大乘佛法能解决 孔梦修说能解决 孔梦修说是什么 那我们用一句话来代表 孔梦修说是 人 亦 忠书 孔子一生 将人 人的爱人 其所不欲 勿施于人 那 亦是孟梦修说的 亦 这 寻礼 那 要随顺道理 要讲道理 那 父子之道 忠书 忠书而已 忠是用心 用得正 不拼 不写 啊 术实 原谅别人 特别是在先前 这个时代 啊 做错的事情 那个人呢 做错事情的人 太多 太多了 他为什么会做错 他没人教他 这是可以原谅的 那 有人教他 做错了 要受 惩罚 没有人教 无量寿静 前面我们宁果 佛说 心人 无知 不设 道德 无有余天 书无怪 唐恩斌 明了 现在人造的罪业 不能怪他 他不知道 他父母也不知道 他祖父母也不知道 真族父母也未必知道 啊 大哥要推到高族父母 知道也就会死去 知道怎么样的 没学 没做 没落实 啊 再往上推年代 大概他们享受 做到了 啊 所以 望上推 七八代 我们今天做错的事情 佛菩萨原谅我们 这个责任到底谁被啊 这是历史的报复 足重教会 圣贤教育 俗活二百年了 你怪谁 那我们今天 很幸运 遇到了大臣 遇到了神仙教育 如果我们没遇到 遇到不能够 欺而不舍 去钻研他 不知道 我们会犯了 给世界人同样的错误 就不能再怪这了 怎么办 啊 有不少人问我 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说你看小朋友 啊 三四岁的小孩 他遇到困难了 他怎么办 他就找到爸爸妈妈 替他解决 都是这样的 不管中国外国 你看小孩 碰到事情 他怎么办 就找他爸爸去了 找他妈妈去了 我们今天 社会问题怎么办 没有想到爸爸妈妈 啊 爸爸们 找老祖宗啊 老祖宗 遗留下来的 智慧教训 理念方法 经验 非常丰富 你去找他 去解决问题 然后 教训 他